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疫情期间最容易被感染 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 旧金山加大研究发现 在厨房工作的厨师 工人最危险 染疫死亡人数最多 比医疗人员超市店员还危险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Essential Worker的死亡率 比疫情爆发之前增加了两成二 厨师的死亡率增加了将近四成 去年3月到10月 总共有828名厨师和厨房工人死亡 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五种职业 依次是厨师 农场的工人 面包烘焙师 还有酒吧的调酒师 加州政府以年龄来区分 疫苗接种顺序 引发Essential Worker的质疑 邱金山加大研究人员也呼吁 高死亡率行业的从业人员 更应该要优先接种疫苗 才能减缓病毒传播 新闻继续来关心 Santa Clara大学有一名大学生 上个月底公然在Instagram上 PO出了兄弟会在校外举行大型派对的相片 相片当中有数十名学生 Santa Clara的大学生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Santa Clara County的新冠肺炎防疫法则禁止 超过三个不同家庭的成员参加户外集会 这群违反规定的学生被举报 校方接获消息之后 立刻在学校的网站上刊登警告信 告知所有学生如果违反了新冠肺炎的规定 除了要罚款500美金之外 还会被学校停学 Santa Clara大学最近公布了最新新冠肺炎检测结果 接受测试的1300多名学生当中 有58个人确诊 比例达到4.3% 从去年3月到现在 Santa Clara大学有317个人确诊 Santa Clara County目前仍然处于紫色层级 许多医院的加护病房床位仍旧短缺 除了Santa Clara大学之外 UC Berkeley也在最近发布疫情警报 染疫学生人数激增 其中部分学生还住在校园内 1月30号有44名学生确诊 从去年到现在 UC Berkeley已经有540多名学生确诊 UC Berkeley警告学生禁止参加各种大小型的室内聚会活动 校方保健中心已经开始追踪 联系可能已经接触到病毒的学生 要求进行自主隔离管理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